我現在多少磅減了多少磅 其實我最重是123公斤 那時候我就不去算磅了 因為很多磅去到250是沒有了數字 我已經是去到零之後再往10地撥一撥改 所以我那時已經不想再磅了 但我現在是多少公斤 我現在是72公斤 我終極目標就是60公斤 快的了 真的快的 我為何會開始減減 是有一天我去完日本旅行之後 我暈倒了 然後我就去醫院 反正買了保險 可以做身體檢查 不如檢查一下 你知道當時我入院的唐藥是多少 24 其實24真的不能出院 是嚇死醫生 當時我應該只有多少歲 我應該只有24、5歲 他馬上給我打針 之後第二天早上都是降到9 但下午又回到18 再打多一支 到之後就7 但之後還是升到11 再多看兩天才讓我出院 我就知道當時我已經有問題了 你要是面對現實 你要是長期吃西藥 你知道糖尿病一定要吃西藥 還有一個叫降糖藥 一個叫排糖藥 之後我死都不肯吃頭兩年 屎都不肯吃 誰知道已經變成真是糖尿病患者 還有有糖尿病的女性 如果你比較年輕 是會有一個問題 你會知道的 它會影響到甚麼 會影響到連你月經都出事 你又要再體諒兩年後 因為它會讓你試一試藥 大概會試七天左右 會弱到14天的藥 我吃完那些藥 已經是都沒有辦法說 都是持續13至16 跌不到 再加重了藥 都沒有辦法 不會再跌那些了 那醫生跟我說 你一定要減肥 他就說一句 不是嚇你 醫生跟我說 我不是嚇你 你這樣下去 十年差不多了 他真的說了這句話 但是很幸運 因為我今年回來 是有做身體檢查的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有糖尿病患者 基本上每年醫生要配藥給你 你每一次的配藥 就是連帶身體檢查加配藥 嘩 這麼健康 其實我所有指數 都沒有了 之前我有什麼病 我告訴你 糖尿病 高血壓 三支金油酸 膽固醇 脂肪肝 五樣東西我中了 所以我每天吃六顆藥 是所有東西 都沒有了 但他就跟我說一句 我不敢叫你停藥住 不如這樣 用最低最低的份量 要多吃一半 每年後都這樣的話 可以斷藥了 你剛剛問了我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減得這麼開心 我真的說說 我早十年之後 用這個方法減的話 我老早嫁出去了 我今年三十九 十年之後二十九 你明白嗎 首先我說 很多人減肥 一直以來 有幾個問題出事 我經常說 減肥不是困難 你用各項 虐待自己的方法 你都一定會減到 但減完不反彈 這件事很困難 不要再信 網上有什麼 三日減肥餐 七日減肥餐 十四日減肥餐 那些沒用 為什麼 你說我七日減了十四磅 我真的減了十四磅 你減了十四磅 那十四磅不屬於你的 但那十四磅連續到三十日 你沒有反彈 那十四磅真的屬於你 是否一個很地獄的階段 我真心的 我真的覺得年輕是一個本錢 無緣無故又激起一股減肥缺心 可能真的身體 有個境外出現 你會害怕 真的害怕 死不害怕 我經常說他死 我死又不害怕 你真的不生不死的時候 你躺在那裡就害怕 我又沒有兄弟姊妹 我只剩下媽媽一個 我媽又七十歲 他一下不歸二十年 然後離開了 我真的一個人在那裡 我真的四十歲 我差不多 你會開始覺得 不如健康一點 不要帶給任何人的負擔 自己老了之後都舒暢一點 真的會害怕 某年紀也會害怕